孙生是这样的 他有时候对于一件事情的及时反应 第一秒钟他一定 他经常是那种 内心的恐惧 对对对 我看offer的时候 我也是 我说周深你的表情怎么能这么 reaction王 我在生活中也是这样 就可能突然有个人出现 你怎么会出现 比如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 这好好吃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你把我的心中校园学成专属特权 天呐弄倒了 我好了发了 ok 哦你在我的名单里特别靠前 特别靠前 你不愿意跟我搭帐 但我不愿意跟哪 你凭什么呀 哈哈哈哈哈哈 你凭什么呀 双北不配拥有幸福 对我们双北党不同意 我更紧张 然后证实了 晨晨真的很爱打视频电话 真的是 一句不发 你干嘛 我说嗯 叮我就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我的恐惧是不是 就来源于你们这种人 哈哈哈哈 好深深夸萨老师 看着我的眼睛夸 啊 太难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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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夸你相貌 你都已经听习惯了 没有人夸过我相貌 这个确实没有人夸过我相貌 我早就认清这个事了 那是个反讽 不要再提这个事 提我就上去 那就夸您的自知之明吧 夸您的自知之明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那个意思 你还是夸你左手边的人吧 哈哈哈哈 这位大哥 你还是夸左手边的 哎呦 啊 那个就恐怖的密室 然后因为我特别怕黑 所以我就不敢进去 然后就在外面大概站了十分钟 然后那个NPC他不耐烦 进不进来 哈哈哈 真的 他还说 然后他就开始安慰我 不怕的 好厉害 我也是这么觉得 深深你有这种 特别觉得有仪式感的时刻吗 我觉得最大的仪式感 是我第一次开演唱会 然后第一次唱大鱼 好像歌手每个人 开自己第一次演唱会 一定会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就大鱼一响 我又已经绷不住了 主歌绷不住就唱不下去了 我就气不成声 上海吗 对上海 我在那场 我还拍了那个视频 我记得当时我还拍了 全部人都在一起唱 然后就唱不下去了 就这个点出现了 然后我就唱不下去了 全场人跟我一起 怕你飞远去 我就觉得我做歌手太幸福了 我的被任何被接纳 是我最大的那一下仪式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MING PAO TORONTO